嗨,親愛的聽眾粉絲,你們好,又過一個禮拜了 今天這個節目你覺得好,還有有看過Super Bowl的朋友 都不會令自己失望,那場球賽沒有到最後都不知道結果 所以可以說有時候人生一樣,也就是股票一樣 都說了,估不到,所以叫股票,估一下估一下 隨著自己手頭上知道的資料,好好地投資,也都希望時間 不好的時間過了之後,好像疫情一樣,香港又在捱緊 如果他真的去到零,又回到零,可以受到控制,又通關,一切就會變好了 所以苦連,希望慢慢的老夫越來越精神,越跑人大肆,越來越好 上星期,不好的消息是星期五發生,所以令到股市起了三天之後又偏遠了 明天可能股市,現在Futures未來的,未開市就正在升上去 星期二又會宣佈PRODUCER PRICE INDEX,PPI 可能到時的股市,即是預料肯定不好的了,那個數字 但希望就不會距離預測太遠,但應該比預測差差 明天如果一走,技術性反大,可能星期二因為這個指數不好又是跌 然後再看看其他公司,星期三,星期四的宣佈業績 希望又會帶動上去 在接下來幾個星期,都是說一個字 Volatility,即是說,股票也會波幅大波動 其實在這兩個星期的市場裡面,你都看到,明明上去 臨時收市的時候,都會倒跌的 所以這種波動的情形之下,我一般都不推舉 day trade,即是即日買賣,但在現在這個情形來說 可能就是,如果你有大量的資金 你知道市場跌下去跌下去,跌下去跌下去的時候 又開始開始增加一點點,看到那個市場 就可能即日買入 然後起百分之二百分之三就離開 當然個別股票的話 你看到之前,你都看到念書 Metalforce,Facebook Netflix 你都看到,就算微軟,Microsoft 他們宣布業績的時候,不好,一天就跌了百分之三十 在那一天,跌下去之後再等一等,然後開始反彈的時候買進去 那他又去上去,都上到百分之五 基本上,那你如果真的馬上去賣,這樣day trade 你都可以獲利回套 另一件事,亦都可能是買options,futures 那就是股市跌,或者你有一隻股票的話,你買它跌 那當然,如果股市起的時候,那你那個option就虧錢 但是你的股票起上去,這樣來買作為一個 就是hatching的作用 就是風險抵制的作用是ok的 但是要小心,因為當你買的時候 都要有一個big storm,有一個心理準備 因為現在的市場,都是如之前說的,波動得很大 那你看到拉斯達,這個道奇斯來講 是上星期下跌了百分之五點零五的 但是主要跌的地方是哪裏開始呢 其實你看星期三,走勢都是升上去的 星期三,你看,星期四的時候 就開始,早上的走勢都是升上去 接着一直走下去 所以 4月4日早上 都是一样的 市亦是升上去的 基本上是因为 又是星期四下午 开始不明来的因素 星期五就说 俄罗斯的打仗 加上CPI Consumer Price Index 跟通货膨胀有关 比预料差 所以就下跌 如果你看到 拉斯达 拉斯达 亦是同样的走势 不过星期四 你更加看到 很大的V-shape 跌下来 仍然是因为消息不好 星期五 一开始的时候 就走上去 然后就一路下放下去 而 S&P500 也看到同样的走途 在星期三最高点的时候 年起三日 再试高位 就失败了 不成功了 其实这些情况 会比较尴尬 因为如果可以充得到 星期五 和这些坏消息的影响 有一个人走出来 又说应该要加息 联储可能加 今年加七次 搞乱当 基本上 因为这些人随时说什么都可以 但其实联储都还没有行动 令到 股市就跌下去了 可能他自己买了 他买到PUT 打算买股市跌 接着他赶出来 于是就变了 于是就变了 由起就变了 那我呢 亦都会 说 这个视频完之前 也有说 几只股票之前 我有所提示 他也叫他买入 在美国这些股票之前 希望很快地 说一说上星期的走势 如何 中国的CSI300 在星期一的时候 因为农历假期过后 就会起上去 有听过视频的朋友 也有说过 假期新过年之前 就会起 过年之后 也会起 因为他基本上 是给一个希望 给一个人 看起来 所以 通常都是给一个明灯 你 就先上去 但美斯 其实是下跌下来 那 达拉斯 他在 Cryptongress 即是 Bitcoin 卖了 但卸了100 这里 是亏了100 每次提供的价格都不去到这些价钱 如果比特币又回到44,000元 如果真的充到50,000元 达拉斯的股票又回到900元 Begakueset BKR SlumberJ SLB Ferralo Energy VLO 最大的消息是Split Airline 和Frontier 准备合作 2家公司合併 2.9 billion 如果成功的话 将会成为 第五家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Peloton 因为升上升 跌得很惨 这只股票最高的时候 最高峰 跌到最低的时候 妈妈都不认得 只剩下20多元 所以之前也说过 一些股票跌到很惨 七成八八成 如果不倒閉 其实你可以 买 接着 升上升 于是这只股票 就是因为 CEO要被炒鱿鱼 全消息 有公司会收购 所以 会收购 30多元 如果你想想 由夜几元 到30多元 其实 它升了25% 如果真的在夜几元 买到 另外 Chilopy Chilopy Simple CMG 就是买这些 Burrito 香港是没得吃的 这种东西 是一种 墨西哥做出来的 一种薄皮的东西 包着鱼 因为它的价钱 以前 都挺贵的 这些东西都挺划算的 5-6元 一块 但现在 最近 8-9-10元 看你吃 看你加些什么材料 所以 它升幅了 那么多 它股票也都赚 相据 盈利也都上升了 所以 这个股票 星期三 也都升上 LIF 也升了7% 因为它宣布的业绩 亦都比预期理想 Robots RBOX 我将会在图上讲识 告诉你 不过它升了9% 因为它和MFL合作 Navida 弄晶片公司 也升了5% 因为 它的公司收购 ARM 这个交易已经过了 投资者其实不是很喜欢 它买这家公司 有时通常是被人 收购公司的股价 收购人家公司的股价 跌 通常是这样 但不一定 接着 US Consumer price Consumer price 就 比预期高 7.5% 比起 7% 12月上升 和鲁迪士尼 宣布业绩比较好 它也多了 人 subscribers sign up 作为他的会员 他的股市 股价就升上去 我稍后也会讲讲 迪士尼 因为星期五 股市再度波动 最后 据美国的消息 有可能 俄罗斯要打仗 要取得乌克兰 所以 股市跌 股市就倒下来 因为投资者担心打仗 我都讲过了 如果真的打仗的话 再严重的话 不仅是 Ukraine 继续 Expand 这次可能 第三次世界大署 Gabrson 这个可能性非常之低 中国也有可能 派军去拿回台湾 同一时间 当俄罗斯出兵的时候 其他国家都担心 于是 就会 将油价再偷上去 还有 人生惶惶的时候 你都不会再想股票了 你希望有现金 拿着在手 最重要 要买一些实际的东西 日用品 吃得的东西 还要留一条命 所以 所以股市星期五 就看不好 就这样扎下去 有呢 有价格当然 原因是涨了 WTI 93.1 收市的时候 Brand 94.44 而 JP Morgan 如果真的有打仗 发生的话 他 起码120元 一桶 有些分析人权 更加会起到 150元 同大 我希望不会发生 因为当这件事发生 虚了时间 即是说 Consumer price index 和 通货币长 美国的压力 会更加大 即是说股市 一定不会借 提花辉 又会跌 跌下去 跌下去 so far 有347家公司 S&P500 已经宣布了 81% 是比 盈利 比预期好 基本上 他们 75% 75% 是 那个销售量 比预期好 投资者 亦在准备 新一轮的美国的政策 加息会计则 Bedrock iShare Strategy 分析员 就鼓励 投资者去考量去买 银行股 Financial Energy 电股 以及科技股 技术 有实力的 例如 苹果 另外 投资者 一定要 尽量 不要 可能要减磅 开始考虑减磅 尤其是 Growth Stock Growth Stock 有听我视频的朋友 都说过 如果你看这四个礼牌 这个月里的 股票 Growth Stock 可以跌得很惨 有些跌到40% 他都未宣布业绩 跌到40% 跟着大市 虽然指数跌了15% 斯达最高点 他已经跌了40%至70% 其实看回一下 又不是很夸张 因为中国股票 都说拿拼多多 做例子 212元 最高位 跌到最低 只副40多元 其实真的不见了75% 那你去看 比利比利 比利比利 巴里巴里巴里 又是120 120多元 最低跌到30 又是不见了 不见了90元 已经是 70% 另外 还有其他股票 叫Fastly Fast 亦都是 只剩20多元 所以 很多股票 跌得很惨 因为连大型的股票 例如念书 都跌了33% 所以 如果跟公司 投资的 觉得 仍然有 潜景 将来有潜景 他是有 cash 在手 因为可能 他仍然 亏钱 他没有赚 无理 但他亏 但他有 cash 他仍然是 趁低吸纳 他真是跌到 引起 原本最高峰 70% 80% 的话 其实是 真的 在这些时候 入市真的 博得过 那么 这只股票 不知道大家 看不看 都猜不猜到 猜不猜到 这只股票是什么 星期五收市 149.47 这只股票 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 它的销售量 就其实上升了 34% 他宣布的时候 有21.8 billion 在第一季 比分析员 20.9 billion 为高 他的增长率 在哪里呢 在迪士尼 公园 因为 你也知道 之前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 基本上都关了 就是最有趣的一点 想说出的话 迪士尼赚钱 在这些公园里赚钱 是因为香港的迪士尼 所以 都挺 都挺有趣的 因为香港的迪士尼 亦都 暂停了一段日子 亦都可能赚 亦都告诉你 香港的迪士尼 很小的地方 但其实 面票 真的500元 一个人 的话 他真的 都挺好赚 另外一个 就是 他的subscriber 他有迪士尼 channel 看 迪士尼 电影的 他都上升了 所以 他们说 今年 亦都会将 盈利 无理 由 涉本的 191 1900万 会转成 转型 赚钱 2.5 119 美元 就是 不到1 亦都虚本 但会转型 盈利 2亿 所以 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 转变 如果 疫情 开 所有的 就继续看 迪士尼 channel 所以 他的 profit 又大 有点 迪士尼 很不行的时候 跌到 股票40元 但是 因为出了 好看的电影 随着电影 就弄了 玩具 小孩也喜欢 把转型 转型 然后 40元 就够了 110元 他维持 110元 时 也有 水平 在那里 之后 疫情 虽然 疫情 因为疫情 很多股票 都起 他 回到 160元 其实 股价 不贵 因为 历史 和 valuation balance sheet 所以 我依然推荐 这只股票 在中线 不会长线 要等几年 那么久 应该会上得到 我自己个人认为 上得到 200元 一股 如果 美国 在股票前 就说一说 Clorovirus 疫情的数字 整个世界 疫情的数字 是 410.67 死亡582万人 美国有79.29万人 死亡94.2万人 疫情在美国下跌了大约六成至七成 高峰那点,高峰那点是1月13日 曾经有110万人中的 一天的人次 现在就降下来,其实在美国来说 如果你看数字 就是看一个星期数字大了 有20万至40万人每一天 所以其实香港 很紧张一千多个人中 那我其实真的 觉得 政府我们不知道是大提小组 还是过分紧张 不过 始终这些是人命来的 所以呢 其实是紧张一点也好 不过 希望出来的政策是要有效 而且 不是说说出来 只是说字做不出来 所以要想想怎样安置 这些 如果有染病的人 还有这个测试 如果全民测试 香港是有第七百多万人 究竟怎样可以 在多长时间 很实在地 一天可以测试多少人 所以要增加很多人手 去支持 那我再说一次 就是说 即使打了 打了针 就算打了三针的话 戴口罩也都不代表 你不会得到 这个 Omicron 因为澳米尼的传播得很厉害 所以 打针 确是好的地方 是会 减轻你的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 伤亡 伤亡 的率 即是说不会那么辛苦 不会那么病得那么严重 要去入ICU 入去 深切治疗部 然后可以在家里休养 这样就会自动好 基本上我来说 其实是没有药食的 美国他们是这样说 你家里自己休息 那你就要自己喝多点水 当时很口渴 病了的时候 多点睡觉 继续吃正餐 这样就会慢慢好 如果你想 没那么辛苦 那你就吃一些感冒药 感冒药不是医治 这个 奥美尼的 我想很清楚 让大家知道 那另外一只股票 这只66.86 是什么鬼呢 它最高身 141.6 这只就是 我昨晚说了的 Robots Robots 股票上市的时候 是70元一股 那它 它最厉害的时候 是141.6 其实它是赚钱的 它上一季 它上一季是赚到 5毫 当它adjust了earning 之后 所以其实 这家公司 我侄侄侄侄 都花很多时间去玩 它 它很厉害的地方 不是只是一个游戏 它的变化是很大的 这家公司 那整个世界的人都玩的 所以 我个人觉得 潜景是很大 因为你有玩过minecraft的人都知道 minecraft已经在microsoft收购了 已经很多年了 它基本上 10年后 还有人玩 所以这个应该会流行很久 那它去年上季的 上季的业余 就赚了 毛利 即是销售量 就有509.3 million 销售量 就比 之前去年的季 就上升了一倍 所以就看一下 它2月15号 就会相信 就会宣布它的业绩 希望呢 今次来说 都会比预期好 如果真的比预期好 那这只股票 应该就会 就会有机会 起上去 其实你看一下 都说了 折扬得很划算 最高141.6 的时候 如果你低位买的时候 之前 你看到 低位买 57 即是这个53个多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57 1月27号 所以现在66 你一算一算 数字的话 你都赚13 53 的话 都赚到20 但是我觉得它有机会 如果它宣布业绩好 起码 应该真的会长起 80元 80元在这个位置 也是一个月之前的水位 只是一年新高 141 但是如果这只股票 持长的话 应该 仍然有很多小孩玩的 它就 很有机会 将来会升上 另外这一只 就是 我一直 有听过视频的朋友 都 鼓吹买 航空 游船股 或者 游船股 这只就是 航空股 United Air Line 这次我就用 5年的图 给你看 就是说 都说了 疫情之前 有图 有图 有实例 不是我 促出来 最厉害 是92元 一股 疫情的时候 最惨淡 没有人 坐飞机的时候 是20元 一股 所以现在疫情的时候 买鬼了 2020年3月 虽然市场跌了很多 跌了很多 图有波动 上又下跌 上又下跌 但其实在这一点 基本上 你持续了两年 因为2020年3月 现在 差不多 你赚了一倍 都是100% 返回 20多元 现在47 但是我自己个人来看 如果 当疫情完了 再开放 尤其现在欧洲那边 都有 抗议行动 说不应该 迫打针 和戴口罩 加拿大那边的 Truck 那些火车司机 都游行 如果他赢了 你都 变成不需要戴口罩 又不用戴针 美国这边 基本上 除了不用戴口罩 上学的那些 学生 都不需要戴口罩 现在很多地方 很多州都决定了 所以基本上 我是看好 航空事业 将来 可能你再 渣年 如果你想想 现在买了 47元 它升到60元 应该没问题 即是 13元 当然 如果打仗的话 这些股票 都是会 跌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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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 第三次世界大致 但是 就算跌倒下去 再等 它也会 撑上去 坐飞机 都会 升上去 我看 60元 一股 最保守 另外 下一只股票 就是CCL Cruise 油船股票 我特意用这一点 2018年 10月 是54元 一股 最高一点 是60 60多元 一股 CCL 所以你从这一点看 疫情下跌了 差不多 15元 但是现在 升上去 10元 上去 是 一倍 其实持有两年 就要一倍 所以如果2022年 你现在买了 其实看回 都会升上50元的水平 当这个打仗 苏联 中国 对 台湾 whatever 会很快 在这一年 完结 疫情 又会在这一年 完结 基本上 会越来越好 股市经常都是 forward looking 在看将来的 growth 将来是怎样的 所以 我觉得 这些股票 其实真是 如果你可以 持有两年 有机会 赚到一倍 因为其他股票 high tech 真是 持有10倍 一年两年 或者 芯片 但是 这些 比较 风险 没有起得那么厉害 但是 就比较 风险 来说 风险 来说 比较低 当然 它有可能 再跌下去 所以 因为 如果看这个图 看不清楚 但如果你看 这两个 这一个月里面 来说 它曾经 下跌到CCL 下跌到最低点 当那天 NAS的售额 最低跌到$17 一股 但如果 17元 买到 这是星期五的价 如果星期四的价 其实它有23.2 其实 赚了$6 也很好 17元买到 赚了$6 的话 这个percentage 很高 所以 这些股票 最低的 你持续高 持续长线 如果不持续长线 是短线 你也可以 占20% 另外这一只 可能要 patient 这就是Facebook Mutterfus 你见到 一个月来说 跌了34% 跌幅 其实是原因 因为它宣布了业绩之后 有些concern 就是 它的收入 基本上 比iPhone Sucreberg 自称 比iPhone Io Operating System 的转变 令到它收入少了 因为 人们可以选择 究竟 要不要 买广告 卖广告 在手机里的 所以 它就跌下去了 但是长远来说 它最差的时候 如果看回去年 之前 差的时候 是$170元 试过$178元 所以你可以 看看图 所以如果现在 再跌下去的话 再跌到15% 也不是很奇怪 不过 如果你 现在买了 再跌15% 再买来 接着你等它的话 我相信它 都会 升上去 如果你相信 Mark Sucreberg 因为 基本上 跌离Facebook 10年里面 由$40元 升到$400元 即是一年 起一倍 其实 是很厉害的 另外 这只股票 亦都是 我挺喜欢的 Netflix Netflix 我认为 Netflix 我认为 它始终 都会 升上去 当它宣布业绩 其实 它是 撕到earnings 但是因为 它参加了 subscriber 即是 Membership 参加 它的人 会越来越少 可能 没有 上升 增加得那么厉害 而最主要 它 支持 升得那么厉害的原因 因为有一套 很出名的戏 Squid Games 所以 宣布业绩 最低 $350多 所以 如果$350多 买了 其实也挺稳定 你不需要再加 加 现在你等 但如果$390的话 可以等一等 它跌下去 我觉得 它始终 如果没有 这些外来因素 影响 加息 加息 其实都知道 是差不多的 这家公司 是赚钱的 你要记住 其实始终 看它 升到$500 是有这个可能的 它实力上 上面来说 是做得到的 我已经说了很多只股票 现在 你们都很切实地说了 另外一只我想说的是 保宁 保宁基本上 已经过了最差的时间 因为它已经 都判断了 撥给了坏账 Jet 737 所以 如果 疫情好转的话 也有多些公司 帮它买飞机 它 在防御方面 例如 现在要打仗 国防 的防御 也对保宁 其实都有利 政府和政府有 合格 另外 比亚迪 达拉斯 达拉斯 跌得很厉害 跌得很厉害 再看看 小鹏 HRN 从52元高位 SPEC 跌到最低位 3.7 现在 上升 4.4元 4.1 之间 我看它宣布之前 它是2月24日宣布的 所以看它宣布之前 会不会有momentum 冲上 因为 过去来 你看到每一次 都是 未宣布之前 都会上升 但宣布后 就会回落 因为 宣布 业绩 未达到理想 所以可能 如果现在 4元 买入的话 你看它 有充劲 充到5元以上 就可以考虑把它买 即是 这个股票就会 短期 因为如果要持有长期 可能真的要等到 2025年 我不知道 投资者 想不想 继续 这些绿色能源 是要2025年 才知道 它的实力 存在 另外 在高科技方面 云端 将会是 未来 将会有 一个 很持续的 增幅 苹果 Dow Trance 这些是我喜欢的 另外 之前说了 Robots Netflix 我觉得 Robots 如果长远来说 他 看看 2月15日的 宣布业绩会不会好 Facebook 看看 Metalverse 基本上 这个不是一个新的 idea 但是 看看Suckerfue 有没有办法 用他的方法 使得 这件事可以 赚钱 因为现在是一种 投资 其实是不赚钱的 记得 就算股票 跌下去 可能明天一开始 跌下去 虽然Future 死了 也都不需要 那么担心 panic 因为历史 告诉你 如果你看回 那些图 通常都是 2008年 Market Crash 的时候 都是头六个月 都very very bad 跌下去 但是跟着 反弹上去 慢慢慢慢 腾腾腾 上去 所以 一年之后 他都会 起高位 比起跌下来 之前 那年的头三个月 是为高位的 跟着 可能就要 flag 一段时间 才可以继续 慢慢地 冲上去 所以 历史 告诉你 就算跌下去 你不买 只要公司 不倒閉 其实 都是要等 等一年半再 都是 如果那只股票 很有实力 都会 起回上去 correction 之后 如果你现在 跌了50% 基本上 没理由 想着 卖一只股票 因为跌得太惨 所以太惨了 不如 如果现在跌了50%以上 即75% 可能你买些 再去 混合 如果你跌了20% 那只股票 可能在这段时间 来说 真的可以考虑 将它卖了 拿着 cash 现金 等它再跌到 再adjust 5% 至10% 再 卖入 或者买一些 新的股票 更加 更加有利可逃 希望 这个视频 能够帮到你 因为 股票 虽然 有起也有跌 但只要在逆境的时候 能够好好 处理自己的 investment portfolio 以及不要看到 profit taking 把它扔掉 扔货 那么紧 那么担心的话 通常股票 都是会跌下来 又再跌上去 这个也是股票 趣味的地方 希望这个星期 大家过得开心 再见 再见